哎呀每次運動相機上市 不是碰到連續好雨就是颱風天 這次懷抱能實測的時間很短 但還是非常感謝台灣代理商中興 上週舉辦了一個超棒的戶外體驗會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看看Gopro 11 值不值得升級吧 首先Gopro 11這次外觀跟屎完全一樣 其實只有數字改變而已 各位想要偷偷瞞著家中財務部長升級的 把旁邊的數字遮起來就好 因為連後面這塊螢幕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從Gopro 7開始到現在都沒有改過 Gopro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升級一下螢幕啊 首先這次最大的改變就是感光元件變大了 它升級到了1.9英吋的元件 另外最特別的是它採用了8比7的感光元件比例 幾乎是一個正方形的感光元件 也代表這次新增了全新的8比7拍攝比例 這樣的好處是可以後置輸出的時候 再決定要裁切尾直立或是橫的16比9畫面 此外得益於新的感光元件 Hyper Smooth也升級到了5.0 這次最大的差異就是在使用線性的時候 除了畫面中這幾個比較高規格的解析度以外 其他全部解析度都可以啟用360度地平線鎖定的功能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左右45度傾斜的時候 應該三台都差不多的 但是呢只要一超過45度的時候 就有兩台會翻過去了 而Gopro 11 應該是都不會翻過來的喔 另外這次Gopro 11的最廣角程度也升級到了跟DJI Action 2 以三代平起平坐的12mm 也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 Hyper View 在這個模式下真的是超級廣角 這邊放一下兩個視角的對比給大家看看 今天呢因為我們想要來測試一下 就是Gopro 11跟Gopro 10它的穩定度的差異 所以我們就來找查葉蛋 哈囉我是查葉蛋 我們今天來試兩顆Gopro的差別 然後呢它的 大家想要找到更多就是關於查葉蛋的作品的話 它叫做進一屆航拍 然後呢我會把它IG放在畫面中 然後它是非常非常厲害的飛手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兩台不同的運動相機 它們對比的效果吧 這段廣度基本上連自拍感都不用延長了 只要手臂的長度就可以取得蠻不錯的視角 但還是要提醒一下如果是自拍Vlog的話 還是要小心邊緣的變形真的非常嚴重 要是你把你的朋友放在邊邊的話呢 他應該會很討厭你 再來就是大家最好奇的HyperSmooth 5.0防手震效果 剛好懷抱也有測試DJI最新的Action 3 我們就三台Gopro 10、11還有Action 3 一起對比大家最常用的4K 60fps的防手震效果吧 好我們又來到了這個平常測試穩定性效果的一個小巷子 我們大家就直接來回的跑一趟 給大家看一下在這種比較劇烈跟激烈的晃動下 三台相機它們的穩定性到底哪一台比較好喔 好 好畫面當中看了一下呢 剛剛看起來應該是GoPro 11在這種比較劇烈的晃動下 它的防手真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平常心講呢如果我們是在這種比較一般的手持的情況下 走路啊或是小跑步 不要刻意的這麼極限的去晃動它的話 其實GoPro 10、GoPro 11還有Action 3 這三台相機它們的穩定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喔 好現在呢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的幾乎是黃昏接近6點的狀態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每一台機種它在不同的亮度下 然後現在是比較偏暗的環境 我們來看一下三台機種它們的穩定效果 這邊有GoPro 11、Action 3還有GoPro 10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像這種超級暗的環境下 到底哪一台的穩定效果是最好的呢 然後呢我們就這樣來回的走動 跟個白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三台機種它的穩定效果 有什麼樣明顯的差異呢 那我們等一下看完之後呢 再去電腦上面或是呢 讓畫面中的你們來看看 你覺得三台機種哪一台的穩定效果是最好的喔 這次GoPro 11的防手震穩定模式多了一個新版的Auto Boost 它可以在沒有這麼晃動的時候呢 盡量減少裁切盡量的廣角 但是晃動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的裁切的比較緊密一點 它會自動的再做動態調整 另外4K 120fps解析度下 GoPro 11 也可以啟用更廣角的Super View模式來拍攝了 可以看到如果是常常需要拍攝4K 120慢動作的朋友 不管是穩定度還有廣度都比GoPro 10代提升了許多喔 再來溫度以及操作的順暢度上 其實從GoPro 10 就比較少碰到卡死當機需要拔電池的尷尬情況了 但是在發熱上 懷抱這次把這三台機種架設在太陽直射大約30度的房間 同時開啟GoPro 11 Action 3 Action 2 使用4K 60fps錄影 可以看到Action 2因為體積小巧 是第一個在12分39秒就停止拍攝了 GoPro 11 其實也才久一點點 大約18分28秒停止錄影 而最耐操的Action 3 則是錄製了43分鐘才停止 運作時順便使用熱相影給大家看一下這三台的溫度 分別是43.5度、39.8度與49.1度 在很熱的環境下Action 3 是最耐操的喔 最後是其他小更新的 GoPro 11 有了三個新的縮時模式 光繪、星軌、車燈光軌 但是因為天氣的關係只能簡單的測試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這幾個模式非常適合攝影新手 不太了解攝影的參數 但是只要選對模式搭配一隻三角架 就可以拍出很好玩的效果喔 這次總共推出兩個型號 GoPro 11 Black 與小一號的GoPro 11 Mini 基本上Mini把雙彩色螢幕拔掉了 然後少了一些些拍照上面的功能 但是錄影的規格基本上與GoPro 11 Black是完全一致的 Mini 它更適合騎摩托車、極限運動或是衝浪等等 追求更小的相機體積的運動相機用戶 這次GoPro 11 Black 包裝內一樣是非常簡潔 只有一個小的快拆扣、一個電池與一條傳輸線 但是這次電池升級為目前已經有在販售的白色 Enduro 的電池 對比上一代藍色的電池 平均續航力有提升了20%到38% 算是標配小小的升級了 這次GoPro 11的售價是17500元 在9月30號以前首批預購的會贈送限量的毛巾1 懷爸覺得這次比較像是小改款 如果不是太常會使用到4K 120fps 或是需要超廣角的Hyper View模式拍攝的話 懷爸覺得可以繼續使用GoPro 10就好 但如果你現在是更舊版本的GoPro 9 則可以考慮升級 如果是追求超高的CP值用戶 可以期待一下懷爸Action 3的開箱影片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